大家好,我是Mose,今年是在澳門頻道 然後今天的主題是什麼呢? 今天就是要分享三個贊助家 有好熱自我提升的方法 好,那先分享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多看出現在這個信息時代 我們應該要吸收了知識,充實自己 然後讀書有什麼好處呢? 讀書就是第一,可以幫助我們自己的獨立思想 第二,可以分清資訊的真偽性 第三,就是用一本書的時間 然後來獲取別人一生的經驗 是,是不是很棒呢? 是,是的話就快點,我們大家保力吧! 接著就是如果澳門的話,有什麼讀書方法呢? 第一點就是如果有設了中央圖書館的會員的話呢 那你可以在澳門那個中央圖書館 當然登入它的電子資源 接著在HighVid那裡登入你的中央圖書館的密碼和帳號 接著你就可以閱讀免費的線上書 接著之後的第二點就是多做運動 在現在我們這個集在家的情況之下 每個人都不是吃飽就是睡 不是睡飽就是吃 所以現在呢 多做運動是絕對有益身心 而且還可以保持身材秒條 雖然我也是因為這個時間吃得好像豬套一樣 但是現在大家一起努力 減肥 減肥一生的功課 然後第三點呢 就是學習 先上學習 就是多運用Youtube的資源 然後呢 就學你想學 做你想做 就是現在資訊又發展嘛 很多東西都是科技的年代了 所以我們應該就是要趁這些集在家的時期 然後好好充實自己 因為疫情一好回來的話 我們都可以衝出來 增進自己 提高自己的能力 就是我了 好 今天我的分享就是多少 好 大家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唷 cosmos ASEN 組 也 錦 我們只是 chu 幽